这是40万内最好开的存电SUV 如果你同意它是一台SUV的话 哈喽各位我是丁丁 这期节目和大家聊聊吉星4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和我一样 看到吉星4的第一反应是 哇真帅 修长6倍的车身看上去很有设计感 配合四个大轮子 很运动 头灯和尾灯都很帅 但是等等 你说它是一台SUV 但它比我真正矮了一头啊 我查了一下数据 这台车的高度是1544毫米 比极客001FR刚好低了一毫米 比蔚来ET5T高了4.5厘米 比特斯拉Model Y低了8厘米 比蔚来ES6低了16厘米 它属于一个新物种 介于传统意义上的轿车和SUV之间 它甚至比燃油车时代那些跨界车 还要更低一些 那这个新物种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从后排说起 好我们来看一下后排 现在前排呢 是我一个比较合适的驾驶的姿势 后排的腿部空间 两拳半多一点点 一个相当不错的表现 头部空间呢 四指 应该说也是一个还不错的表现 而且呢 这台车的后排座椅 是可以支持电动调节的 现在是比较直的状态 那这个是比较躺的状态 角度还挺大的 所以我在后排还是能够 找到一个比较舒适的 这么一个乘坐的姿势 然后呢 我们再来说说这台车 它这么一个造型 相比于标准姿态的SUV 它后排的体验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 我觉得主要是在两个细节上有差别 第一呢 就是它这个坐垫啊 高度还是没有标准的那种 纯电SUV那么高 它会稍微的低一点点 那你说有没有板凳感呢 我觉得相比那些纯电轿车 非常明显的板凳感 那这个板凳感基本上是没有的 但是呢 坐姿确实没有那么的直立 第二个细节呢 就是它的双脚 我坐在这个地方 我的双脚是没有办法 深入到前排座椅的下方的 因为它整个的前排座椅也好 后排座椅也好 高度都会比较低 我只能这么放 所以呢 没有办法做到一个绝对的舒展的状态 这是两个区别 还有一个呢 我觉得是细节上的小瑕疵 大家看这个坐垫啊 其实非常非常长 我甚至觉得它有一点点过长了 大家看我的这么一个身高 它这个坐垫已经是刚刚碰到了 我小腿这个地方 还没有顶到 就刚刚接触那么一个状态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后排坐一个身材比较娇小的女性乘客的话 那可能就会顶到它的小腿了 再来看后备箱 吉星寺有一个仙背式的后备箱 去放东西很方便 后备箱的底板有高低两个固定位 放在下面可以增加后备箱的容积 放在上面可以和放到后的后排座椅形成一个近乎平整的空间 不过后备箱的绝对容积 相比特斯拉Model Y和蔚来ES6会稍微小一些 再来看前排 重点是坐姿 这台车的坐姿放到电动车的世界完全是轿车的水平 比标准形态的SUV要低很多 所以吉星寺这个新物种 其实是在用类似SUV的车身形式来解决存电轿车的最大痛点 也就是我一直在说的后排难题 今天市面上几乎所有的存电轿车后排体验都不是很好 吉星寺的后排体验比他们要好很多 那如果是和标准形态的SUV比呢 吉星寺稍微牺牲了一些后排和后备箱空间 换来的是类似存电轿车的驾驶座之和 你猜对了 驾驶感受 这几乎是40万内最好开的存电SUV 如果你同意它是一台SUV的话 这台四驱版车型用了两台永磁动部电机 最大功率都是200千瓦 加起来400千瓦 百功率加速3.8秒 动力不在话下 动能回收的设定 吉星寺没有用CRBS 而是和特斯拉一样 用电门踏板控制动能回收 用制动踏板控制机械刹车 动能回收能够产生的制动力有三档可调 最低那一档其实是没有动能回收 而最高那一档能够产生的制动力 比特斯拉要小一些 所以这台车在中高速状态下 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单踏板驾驶 但是在低速拥堵道路就很难做到了 因为制动力太小了 刹车踏板的脚感也和特斯拉比较像 整体形成短 粗段几乎没有任何虚位 一踩就有 但是脚感比较重 需要用力踩 这种设定对驾驶者控制细腻度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需要适应一下 而且和特斯拉不同的是 因为动能回收能够产生的制动力没那么大 刹车踏板的使用频率要高很多 不过在适应了刹车脚感之后 这个刹车的绝对制动效果相当不错 底盘的表现非常出色 弹簧的刚度是比较高的 但是ZF第二代内置电磁阀的CDC减震器 在这台车上有着很好的发挥 在最硬的设定下 悬架的抗侧型能力很强 这台车的操控响应相当敏捷 完全不像一台2.3吨重的SUV 甚至也不太像一台那么重的轿车 而在最软的设定下 这台车会给你一种坚定的舒适感 什么意思呢 就拿跑山这种场景来说吧 大部分舒适举向的SUV跑这样的山路 稍微开快一点 车身大幅度的侧倾和来回晃动 就很容易让乘客晕车 这时候一个坚定的底盘 是保证舒适性的前提 你在极星市场就会有这种坚定的感觉 它的悬架在最软的设定下 既能保证不错的滤震效果 也能给你足够的坚定感 转向的手感也很柔顺 有着恰如其分的阻拟感 操控维度唯一让我有一点点小不满的是 和我那台Model 3P一样 座椅在偏激烈的架势中 无法提供足够的侧向支撑 日常使用方面需要适应一下的是 这块流媒体后视镜 极星是有一个比较前卫的设计 是取消了后风挡玻璃 好处主要有两个 首先是给了设计师更大的自由度 更重要的是 这样的设计能增加全景天窗的面积 让车内更加通透 同时也让支撑天窗的框架结构 更加厚以保证了后排头部空间 不过这样一来 你就只能通过这块流媒体后视镜 来观察车后方的情况了 整体的使用体验还不错 但你需要适应一下距离感 在后视镜里看着近在直尺的事物 实际上可能离你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另两个有待升级的小细节 是转向灯和倒车影像 大家感受一下 这是左转灯 这是右转灯 整个的音色非常有特点 像是鹅软时敲击的声音 但是音量确实会比较低 尤其是如果你周围环境的噪音比较大的话 有时候你都听不到它在响 倒车影像的问题是缺少引导线 这会影响你对倒车线路的判断 有时候也会让你搞不清楚方向盘有没有归位 不过我们这次试驾的 还不是吉星4的最终量产版本 这两个小问题应该不难解决 接下来简单说说内饰和车机 吉星4的内饰保持了非常高的设计水准 简洁二有格调 用料依然很环保 不过这样的内饰风格 对消费者的审美趣味还是比较挑剔的 相比之下 脱胎于魅族Flyme的车机系统就非常清明了 逻辑非常简单 通过下方的Dockline和这些快捷卡片 你很容易找到自己想要的功能和应用 操作响应也相当顺手 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响应速度 虽然一天的时间 我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驾驶上 但这套车机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相当好的 最后总结一下我对这台车的看法 吉星四代表了纯电时代的一个新物种 它保留了一台运动轿车 能够带给你的驾驶感受 同时给了你一台纯电轿车 无法给你的后排可用性 你可以说它是轿车和SUV之间的妥协 但对那些既想要享受驾驶乐趣 又需要一个好用的后排的用户来说 它确实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 更何况它还很帅 不过在这个非常非常卷的市场 它并不便宜 我们试驾的这台双电机高配车型 在选装的运动套件后 售价超过了40万 单电机后取版的入门价 虽然做到了30万以内 但7.1秒的性能 又让人觉得浪费了一副好底盘 喜欢的朋友关注一下终端行情吧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关注加点赞 或者给个意见三连支持一下 这会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节目 咱们下期再见